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刚刚有稍稍预告了一下 我们这一段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在疫情爆发之后 全台湾目前为止 确诊染疫的人数是15400多个人 那不论是轻或重 那在整个的治疗康复出院之后 也是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后新冠病发症 那我们今天就要找到这个专家 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复健科的主治医师 林云逸医师 来跟我们聊聊这一个新后新冠的特别门诊 林医师好 苏伟好 各位先生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云逸医师 是啊 林云逸医师刚刚跟他私下聊天的时候 发现哇 他的复健团队就是帮这个博伟 黄博伟复健的团队 相信这个我们的忠实听众 对黄博伟都蛮熟悉的 来跟我们节目了多次 然后我们大家对他的这个复健的故事 都非常非常的佩服 原来林医师 你们就是帮他复健的 其实复健科要这个担负的 这个工作内容 其实蛮复杂的 可以说是包山包海的 从头到脚 然后从小儿到老人 然后各式各样 身体各个系统的疾病 其实都是复健的领域 是 那我们讲到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 新冠诊和的照护门诊 那在北一是什么时候设立这个门诊的 OK 我们北一大概是到 我们大概从六月中的时候 开始帮我们的北一的住院 的新冠肺炎的病人做住院的复健 那到了七月八月 这些病人陆续出院之后 那他们就有这个门诊照顾的需求 所以在他们出院之后呢 我们也就随即设立了这个 这个后新冠的复健门诊 那我们也设立在我们的复健治疗区 也设立一个专属后新冠的门诊复健治疗区 就专门提供给这个新冠出院 康复的病人来这边做后续的复健 对于新冠染疫这件事情 很多人当然听了都会觉得说 希望不是我希望不是我 但目前为止全台湾染疫的人数 再加上这个陆续康复出院的 他们会出现什么样大小不一的后遗症呢 大概 OK 其实新冠肺炎所产生的后遗症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 就国外的统计 有超过50甚至200多种的后遗症的症状 所以基本上是全身上下各个系统 都有可能产生后遗症 那以这个比例最高 我们说病人比例最高的话 大概有 我们可以把这个后遗症分成几个方向 一个是生理身体的后遗症 一个是心理的后遗症 还有一个是认知的后遗症 那身体的后遗症是最主要病人会来求医的 那最常见的后遗症是疲倦 这些病人很多 他们在染疫之后 康复之后 还是有很严重的疲倦 会很想睡很累 想睡觉 要睡比较久 那第二个人的话 就是还是这个呼吸喘 呼吸喘的动作 大部分病人是在活动的时候会喘 很容易喘 那有一些更严重的病人 他连休息的时候也会喘 那再来的话 就是各式各样的疼痛 包括像头痛 肌肉疼痛 关节痛 胸痛 腹痛 各式各样全身上下的疼痛 甚至心的做骨神经痛 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其他的话 就非常的多样 像是掉发 掉头发 或者是胸闷心悸 一些自律神经的症状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种 那像重症会更容易有后遗症吗 就国外的研究统计来讲 重症的病人 当然留下后遗症的比例相对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也不是说轻症就不会有后遗症 在我们在北医的临床经验 甚至看到很多轻症 甚至无症状的病人的后遗症 其实比很多的重症的患者还多 还严重 所以这一个族群真的是需要有一个特别门诊来帮助他们 不然的话 当他已经出院了 他这件事情其实还没聊 他有可能一辈子都会有一些后遗症 不管身体或心理的后遗症跟随着他 可是他需要寻求帮助 那以前他有可能是心理的恐惧 或是他有创伤 他可能找身心科 那他可能身体上面喘啊什么 他可能就会找那个内科等等 那像你们的门诊是整合门诊吗 对 我们就是针对他们各式各样各个系统的后遗症 做一个整合的照护跟评估 所以我们会包括身体的方面 功能的方面 心理的方面 情绪认知的方面 我们都会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然后再帮他安排就是需要的复健的疗程 那所以这个复健可能要复健多久也不一定 对吗 对 其实到底这个新冠的后遗症会持续多久 还有需要多久时间的复健 其实现在全世界都还没有答案 全世界的医疗专家都在找答案 那以目前最新的 之前武汉那边医院的这个追踪统计 是发现到了住院的患者 半年之后还有七成的患者 会有一项一项的后遗症 到了一年 还有高达五成的病人 会有一项一项的后遗症 所以这样看起来 就是这些后遗症 有可能会持续比我们想象的更久 之前我们想说可能三个月半年 但现在看起来其实可能会更久 但是我们去年才发生这个全球的疫情 还是还要在后续的观察 这应该也是在研究 这个类似相关议题的研究者 他们会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对于台湾的这个染疫的朋友 他会回去看这个门诊的比例高吗 如果以全国的这个病患来讲 其实应该还是相对算少数 譬如说像这一两个月来 大概我的门诊有大概十多位 十几二十位的这种 就是不是在我们医院住院的病人 但是他就是后来得知有这样的门诊 就慕名而来来求诊的 所以其实你以全国一万六千多位 确诊者的比例其实并不高 因为目前大概全台湾有设置这样子 后新冠门诊的是北一还有哪里 目前我们北一大概是第一个设立的 那后来的话像台大 目前也设立这个整合的照护门诊 还有像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中心院区 还有像是荣总跟马杰 他们也开始有提供这种 就是不管是住院或是门诊的 这种附件的服务 OK好那对于这个需要帮助的 可能染疫之后需要后续协助的朋友 他们可能内心会比较安定啦 不然的话他其实要去看太多科了 没错没错就像 就有什么胸腔科内科 然后复健科一堆 对就像苏惟讲的 他们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去看谁 他们也不知道这样资源 所以他有什么症状 他就想我到底要看哪一科 那去看了某一科之后呢 那那个医生又不一定 对新冠的后遗症非常的了解 或是有接触过新冠的病人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能够真的找出 或者是治疗他的这个问题 那他们就非常的困扰 求助我们 那像去找这个林医师 这个提供协助的朋友 大概有什么样的案例 还有你观察到有什么样的现象吗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因为身体的症状 而来就医的 像我刚才讲的最常见的喘 然后疲劳 还有各式各样的疼痛 那但是 其实也有一些患者 他们其实都有潜藏的一些心理的问题 还有认知功能的问题 比如记忆力变差 计算能力会出错 或是思考逻辑会有困难 或有脑雾的状况 注意力会不集中 其实 你仔细的问下去 你才会问出更多 更多的这个后遗症的症状 不然有些人病人自己他都不太知道 他自己其实没有发现 但是比较敏感有关注到 因为这个 这个COVID-19其实就是 大家也不知道 他在体内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那即便就是治疗康复出院 随时观察一下自己的状况 那这些人会不会很焦虑 非常的焦虑 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焦虑 工作有受到影响 工作也有受到影响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的记忆力可能有变差 计算可能会出错 思考会变差 所以当他们要回去 试着回去工作的时候 他们其实 比如说你做会计的工作 你的计算能力有问题 你就会受到影响 或是你很疲倦 你一天要睡很久的觉 那他就是上班的时候 一直喝咖啡提神 还是觉得很累 所以他影响不是肺部而已 其实全身都会受到影响 哇好令人感到焦虑 但是没关系 这些朋友现在有 这个耗新冠特别门诊 可以协助你 那当然我觉得周边朋友 给他的支持也是重要的 还有这个公司里面 的这种给他一些时间 调试也是很重要 不然的话就会很现实 他可能工作受到影响 可能工作就没了 或者是他很难找到 下一份工作 那生活都会出问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的 复健科林云毅 主治医师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十点十八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这个 新冠疫情 让大家真的是 措手不及 但是台湾的医疗 很进步 所以我们随时随时 都在做滚动式的一些 调整协助等等 那后来就有发现说 这些染疫的朋友 不论他是轻症 重症或是这个状况 是很快就 这个治疗完成等等 但是 他的后续 还是需要关注 于是在台北医学院 就有开设了 这个 后新冠的特别门诊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就是 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复健科的林云毅主治医师 那刚才林医师也跟我们提到说 后遗症可能有很多 有身体的 有心理的 有认知的 那像身体的这个状况 例如说又喘 然后有些事会不会 什么全身无力 或什么的 全身无力 这些事情也蛮 感觉会令人很担心 对 有些少数的病人 他们可能急性治疗的过程中的 不管是药物还是这个病毒的影响 会造成所谓的多发性的神经病变 或是肌肉的病变 所以会有一些肌肉萎缩 肌肉无力的症状 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要靠后续的复健 去好好的把它重建起来 那像如果说他又合并 例如说他又有这个肌肉无力 然后或者是他味觉 嗅觉感觉都没有恢复到正常 然后他又呼吸不顺 可是这个 是在不同科别 还是说 你看这个门诊不同的医生会一起来造会 我们会把它整合起来 我们会成立这样的整合照顾门诊 就是要给这样的新冠后遗症变成一个窗口 那在这个窗口 我们会有 就像我对这个后遗症比较了解 比较有经验的医师 会先帮他去筛检 然后帮他评估 那如果他有 譬如说有嗅味觉的这种异常的症状 那我们除了做一些嗅觉的训练之外 味觉的训练之外 我们也会转接到耳鼻后科 去做一些嗅味觉这个结构的一个检查 对 因为我看到资料 觉得哇 这些朋友真的是挺辛苦的 真的很需要协助 例如说 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什么沾望或认知障碍 对 其实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只是大部分的病人不会讲 他不会主动跟你讲这件事情 但是你详细一问之下 问他说你的记忆力有没有出现问题 他说有耶 我现在最近记忆力变得很差 忘记我要讲什么 要拿什么 要做什么 或是有个字我讲不出来 我忘记他怎么写 还要去查字典才能够 所以其实这比例是蛮高的 也令我蛮压抑的 哇那像一般来讲 到你们门诊去的话 你们大概会从哪几方面去确诊 然后去看他需要有什么样的协助 OK 第一个我们会详细的问他 这个COVID-19的这个病史 什么时候确诊的 一开始症状哪些 接受过哪些治疗 有没有住院有没有插管 那再来我们就会问他 他现在的后遗症有哪些症状 就一项一项的仔细的去询问 有时候会问出可能五六项十几项 那有哪一些是一般民众 可能比较少理解 但是他真的发生在 他们的后遗症上面 像有一个其实很常见 大家不知道就是掉法 就是得到新冠肺炎之后 有可能会造成 所谓禁止期的落法 那这个他其实是自线性的 他过一段时间自己会好 但是我们掉头发 我们心里一定都非常的恐惧 想说我会不会秃头 但这个其实就是 不管国外研究 或者是我们国内的专家 都是认为说 他是会自己慢慢会修复 大概过半年左右 这个落法会长回来 像这种就是 大家不知道可是会很担心 那我们就要去跟病患说明 要安抚他们 那如果说他气还是一直 这个呼吸不顺 然后常常会觉得说 自己的肺部没有完全的复原的话 这个需要怎么样去治疗 这个这种功能的障碍 目前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那他唯一的治疗方法 就是复健运动 所以这要做所谓的心肺功能的复健 像我们其实在一些心脏疾病 肺部疾病的病人 我们都有所谓的心脏复健 或肺脏的复健 那所以他就要做 像心肺复健主要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象去 类似像一个健身房 跑步机 脚踏车 手 这些有氧运动的设备 那有一些重量训练的设备 那跟一般健身房不同的地方是 病人在活动前 活动中跟活动后 我们会监测他的血氧 血压跟心跳 就是会保证他的生命真相是安全的 那如果有一些掉血氧的情况 那我们就赶快停下来 再给他补充氧气 这样子 他需要在家里还要买一种 那种携带型的氧气吗 有的病人他如果出院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脱离氧气的话 他们回家就需要 不管是买或租所谓的制氧机 或者是去买那种氧气瓶 这都有需要 那像这个去看诊的案例当中 年龄层 因为这个染疫的年龄层不同 各有不同 那年龄层不同 因为他的需求就不同 例如说他可能正在工作 是一个青壮年 他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就更多 那有没有哪一些事 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OK其实在我的门诊的经验 其实从30多岁的年轻人 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老人家都有 那男女也都有 那当然就像苏惟讲的 就是年轻人 还没有退休之前 他没有复工回去工作的需求 那所以在复健的方面呢 我们也会针对这个职业的复健 工作的训练 工作的强化会去加强 去帮助他可以回到原本的工作 那对于比如说65岁已经退休的 没有工作的老人家的话 那他们的复健就是比较着重在他们 这个生活的功能 还有生活的品质 心肺功能上面这样的复健 那复健的方法大概各有哪几项 OK我刚才讲心肺复健就是 像跑步机脚踏车这种有氧的运动 还有一些重量的训练 那我们的职能治疗的话呢 也有我们我们也采用了 现在国外最先进这种体感游戏的治疗 还有这种扩增使径AR的这种治疗 还可以去训练他的也是 不管是活动心肺功能 还有一些反应度敏捷度这一些的 他一个礼拜大概复健的时间需要多长 OK有的病人他如果赶着要回去工作 他很积极的来的话 会每天都来 一到每天都来 那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体能比较差 年龄比较大 或住的比较远 他可能一个礼拜来个两次到三次 那一次的话呢 我们会做一个小时的物理治疗 跟一个小时的职能治疗 就是算是很高强度的训练 OK那一般来说他们在复健之后 进步的幅度看得到吧 有看得到 因为我们都会做一些包括肺功能 心肺功能的检测跟追踪 那病人也会主观的跟我们讲说 他觉得复健之后有没有进步 就是说有没有船有比较改善 体能有没有变比较好 可以越走越快越走越久 这个其实都有 那目前有一些个案已经完成了 比如六轮的疗程 36次的健保的疗程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他的体能 包括六分钟行走测试 这是一个让他走六分钟 看可以走多远的一个 出复评估心肺功能的方法 他也就有长足的进步 进步可以达到 比如说四五十percent这么多 所以其实他们好好做复健 好好训练的话 其实是会进步的 就包括了这个很常见的咳嗽 气喘或肌力不足等等 都是可以靠复健慢慢修复 可是他需要时间了 对他需要时间 那他其实这个真的是漫长的路 因为他到一段 那怎么样你们确定说 他是OK的 已经复健差不多完成了 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不用这么积极了 第一个我们会问病人的症状 如果他觉得他的症状都好了 或是好的差不多了 那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会看病人的 客观的这种肺功能 跟运动心肺的功能 看他这些肺功能 是不是恢复正常 如果他恢复正常 那我们也会认为说 那就这方面是OK的 第三个我们看一下的影像 比如说他的胸部的X框 胸部的电脑断层 那肺部是不是已经都恢复正常了 还是还有留下一些问题 所以从各方面的指标 我们就去评估说 这个患者是不是已经完全的康复了 那如果说他有同住家人的话 同住家人怎么协助他们 OK同住家人 我觉得第一个是心理跟这个情绪上的支持 因为这些病人 他们真的是身心受苦 然后又不被人了解 所以家人的支持跟鼓励 其实是非常重要 还有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可能在家庭的环境上面 要尽量给病人一种省力 省能的一个环境 让他可以尽量节省他的能量 不需要耗太多的能量在日常的生活上 这样他比较不会容易有这些泪跟喘的症状 因为泪跟喘看来应该是这个后遗症当中非常常出现的 最主要的 那他那个泪要怎么样去复健 OK 其实现在对这种 所谓的慢性疲劳症后群 或者fatigue疲倦 目前其实世界的医学界还没有发现很好的治疗方法 那复健的上面就是以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有氧运动为主 就是慢慢的去重建我们的心肺功能跟体力 那可以刺激我们身体的这些组织 那另外一个药物的部分 其实没有特别的药物但是国外的研究发现Q10 有一个营养补充品Q10 它是我们细胞粒腺体的一个辅酶 所以它可能可以让我们的粒腺体更有能量 粒腺体是提供我们细胞能量的一个组织这样子 所以可以试试看像是B群Q10 这些营养补充品是可以尝试看看的 但是他其他的功能会有可能受损吗 例如说他Covid-19之后 他很累大家就会想到肝 是不是肝功能出现问题 它会有影响吗 肝功能出现问题的比较少 但是像有一些病人会有像类似胆囊炎的症状 像腹痛的症状 对或是一个急性胆囊炎 像我们有一段时间就三个出院病人有两个 同时在出院之后三四天回到我们急诊 诊断都是急性胆囊炎 所以它真的非常 新冠病毒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病毒 它会造成全程各式各样的病毒 而且他会有病人跟我讲 他会诱发你原本的问题 譬如说他十几二十年前一些旧的症状 又会跑出来甚至变得更严重 真的是一个可怕的试剂病毒 被我们遇上了 但是这个染疫的朋友 他们现在有这个后新冠的特别门诊 可以去看诊 而且帮他整合起来 让他不用这么辛苦的跑到不同的科别去 而且你们应该也是有心理师进驻 对我们的这个整合评估都是一定会至少一次的心理评估 那如果评估起来有问题的话 就会做后续的心理治疗 OK好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附健科的林云毅主治医师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欢迎回到POP最正点10点33分 这个对于疫情的这个去年到现在 那染疫的不管是轻症中症重症的朋友 一万五千多个人 那这些朋友他们可能都隐隐约约有一些需要协助的地方 只是他自己有没有发现 或是他要不要去求助 可是你要求助去哪里求助呢 就是这边痛去看这颗 那边痛去看那一颗 现在台北医学院有这个后新冠的特别门诊 包括台大也有 不过我刚跟这个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附健科的林云毅主治医师 我刚请教林医师说 这个不应该是只有台北的几家医院在做 这不是应该是全台湾为服务要有个政策吗 因为染疫又不分县市 对啊 其实虽然说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确诊者是集中在双北 没有错 对 而事实上各个县市也都有这个数百名的这个确诊看护者 其实他们一定有这样的需求 你们有南部中南部来的吗 我自己没有 但是我知道在其他医院有人专门从中南部 然后还特别带好几桶氧气 特别北上来求医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卫福部要去关注到这一些已经出院或是轻症 轻症他可能就感冒症状没有特别 但是他也有可能会有后遗症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是觉得我也是赞成说其实我们的政府或我们指挥中心 因为我们应该要针对这些已经解除隔离的新冠确诊康复者要有一个追踪跟这个就是帮忙的一个机制 不要能够照顾他们后续的需求 对啊就是不要忽略了康复者他们的长期追踪 因为这个长期追踪对于我们的医药或是我们在做这种公共卫生的研究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啊 这个就是一个研究数据啊 而且这个是全国际事件上世界国家全世界都很重视的 那在国外呢你们有观察国外对于这种康复者是怎么样去观察的 有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欧美的国家和英国他们就是感染非常严重 他们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确诊者 所以他们的后面的有后遗症的病人民众当然也非常的多 所以像欧美国家英国美国他们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比如几千万美金几百万英镑等等的资源让去做全国性的 比如设置在各地方设置这个后新冠的门诊还有复健中心 然后第二个他们会设置国家级的这个COVID-19的卫教网站 让一些比较轻微的病人他知道说有哪些症状他自己可以怎么处理 他不一定那哪些情况他是需要就医 可以到哪里就医 可以找谁 其实这个先进国家他们都有很好的经验 然后有很多这个资料 现成的资料可以参考 那真的我觉得我们台湾但我们防疫做得好 所以我们的感染者在全世界是相对是很少的 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造成这些确诊者就是变成一个弱势族群 就是没有人注意他们没有人投入资源来照顾他们 是就是说胃不不移可能应该要定定一个对于康复者他们后续的一个长期追踪或者是治疗的指引 对 那万一说他们真的是走投无路或者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其实真的蛮无助的 对啊对啊 那像你接触到的这个案例来求诊 这种无助像你说这个昨天刚好这个 有病患去看他还是内心就是很焦虑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不管是身体的各式各样不舒服痛苦 或是这个心理或者是回归工作回归家庭上的这些不顺利 对 都给他们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其实 他会一直在筛检啊 就是自己会很很担心然后就一直快筛 大部分的病人是不会啦 但我听说有少数的病人会这样 嗯嗯嗯就是这种可能是我们比较难以去想象 可是我觉得在一个越进步的国家 然后这个公共卫生的体制是本来就要越来越完整了 那呃现在是台北有几家医院这么做 那呃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听到这个讯息 有有周遭朋友需要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北一 或台大 目前这两所医院应该是建制的比较快的 那呃但是复健的话他没有办法常常去医院 他可以在家里复健吗 嗯对其实有一些复健的运动是可以在在家里在社区 自己做的啊所以如果他真的不方便或是说像现在能够让他们做复健的地方也还没那么多 对哦真的不行的话其实像我们北一呃复一的话我们也有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对 后有把我们有制作一些就是居家自我复健运动的一些会教影片 嗯嗯嗯嗯嗯那其实如果有需要的这个呃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寻去使用 嗯嗯了解好那对于家属来说呃这个呃给他们支持那或者是说呃给他的一些协助那他有没有需要呃在食物上面就是他的食疗或是呃这个呃运动上面特别建议的运动 嗯嗯嗯嗯嗯嗯嗯 这样子 所以像这样的病人 他就需要补充高蛋白的饮食 那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再配合这个 复健的这个肌力的训练 阻力的训练 他才能够让他重建他的这个肌肉 对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 病人有好的营养 他才能有好的恢复 所以像我们北一的团队呢 我们北一的营养士 也有这个就是很专业的营养师 也跟我们团队一起来照顾这些病人 是 那因为这个疫情到现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 让这个病毒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看来目前并没有那么的乐观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病毒 应该不会消失在世界上 而是我们要跟它共存 就像欧美各国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 我们要想出方法跟它共存 那要怎么样我们才不能 不会怕这个病毒 我们就是要把 如果你就算不幸展艺之后 你的医疗照顾 你后续后遗症的照顾做好 对对 让民众就算是他不幸展艺他也不用太担心 对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跟这个病毒共存 那对于这个 就是康复者他出院之后 他这个回到了工作职场 或回到了日常的生活 他发现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难免也会就是心里 心里他会出现一种很不平衡 就说为什么会是我啦 然后或者是说 为什么这个老天爷对我这么不好啊什么的 那所以一般来说到你们这个门诊 你们都要非常的同理他们的状况啦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其实我们应该是这个前世纪最可以同理他们的 对身兼心理智商师 因为他们很多病人跟我们抱怨说 他跟他身边的亲人朋友讲 他哪里不舒服 他很累 他很喘 可是别人都不相信他有这样的症状 甚至有一些少数的医生 他不清楚这个新冠后遗症 他也觉得你这就是心里的问题啊 你太紧张了 太焦虑了 但事实上他真的有这些不舒服 是是 所以他需要理解啦 他需要被同理 被同理知道他现在真的是有一些困难需要协助 那像刚刚林医师有提到 在台湾类似的这个康复者的后续研究 现在其实还没有非常的完整啦 现在应该是几乎是没有人在做 因为这些病人他们回到社区的时候 他们也不太敢出来 大家也怕被贴标签被猎物 所以真的勇敢的出来就医的 真的还是很少数 那这么少数病人我们也 当然像我们北医有这个大概二三十位的病人 我们也开始有在做一些 初步的一些这个追踪研究的整理这样子 那像其实针对国外像英国 我知道英国就是这么喜欢做研究 英国研究会很多 英国或美国确诊数当然是比我们多很多啦 那世界卫生组织也说四分之一染疫者有持续 至少一个月的症状 然后有十分之一持续12周以上 我想这个数字还是就是没有研究到这么长 但是看到他的后遗症或是并发症 长期的症状其实真的真的全身上下无一幸免耶 对真的 这个这个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这个这些朋友真的蛮需要关心的 没错他们很需要医疗的招呼也很需要就是 家人跟周遭的亲友还有甚至是邻居 身边的同事们的关心跟陪伴还有理解 而且国际期刊当中 像美国匈科学会年间也发现 轻症像刚才林医师一直提到 轻症也会有后遗症 你不要觉得说我轻症 然后因为轻症的人他可能就是 就是只有一些感冒状况 但他可能不需住院 但是他治疗之后 他可能莫名就发现自己开始 开始有一些这个失眠啊 忧郁啊 虚弱啦 脑雾 脑雾就是你刚提到记忆力变差 脑雾就是所谓的brain fog brain fog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 那他的症状就包括像 你会觉得脑大脑好像笼罩的一层云雾 这样子 好像思考会有困难 然后注意力没办法集中 记忆力也会变差 这就是一个统称 对那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疫情 台湾的疫情 比较稍稍趋缓的时候 我觉得指挥中心应该要 卫福部要把这个事情纳入 他们后续要关心的事情 对啊 因为在我们疫情很严重 我们当然是防毒抢救 对啊 但是像我们疫情趋缓 我们要赶快来补救 来照顾这一些 就是过去的确诊的抗复者 是就是要持续的 持续的去关心观察 然后要有一个政策性 比较完整的 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 后续有求救的机制 对还有很重要一个就是 政府要投入资源 也愿意投入资源 不然像我们这个个别医院做 大家都做得很辛苦 对啊 这样像你们个别医院做 等于是你自己的腹肩科 你也有你的病人 然后你还要再去这个诊合的 没错 门诊再去另外的看诊 对但是并没有额外的资源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真的 但是这是也也 北意愿意第一个做 真的也是很很让人感谢 就是因为你们就是 亲眼关注到这些人出去之后 回来一直 中暴了 对啊 因为北意我们就 这段期间疫情以来 我们就收治了 120多位的住院的病患 对 那其中可能大概100位左右 是比较轻中症的 但是也有25位是这种 重症的病患 所以我们在照顾他们的过程 就发现他们真的有 这样的需求 是 而且这个需求 他们的附件照 不是说住院的时候才需要 出院之后还是要持续的 提供给他们 那你们有发现说 他如果原本就有些慢性病 他的后遗症会不会更严重 很多这个新冠染疫的 病人还有就是比较重症的病人 他们都有各式各样的慢性病 但是就是说这个慢性病的病史 跟后遗症的严重度或种类 目前是没有 这真的是要研究对不对 对目前真的还没有看到 直接的关联 那你们会给他们 什么样子的这种建议 例如说他本来就有慢性病 那他就要更控制饮食啦 没错 应该是说在染疫之后 也要注意这个慢性病的状况的追踪 是 像这个国外的研究发现 就是在染疫之后呢 有可能有4%的病人 会产生新的糖尿病 有一%的病人 会产生新的高血压或者是这个胆固醇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就是 我想在我们病人来我们这边就是 评估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相关的检查 那他以后对于肺部的保养 有什么特别的要做的吗 这个肺部的问题 当然他主要还是要靠他自己 肺部的慢慢的修复跟复原 那当然在像胸腔内科 有一些肺复原的治疗 那我们复健科有所谓的这个心脏肺部的这个 复健的治疗 那自己结束这些复健治疗 或者说不需要做这些复健治疗的话 自己也要就是多运动 多做这种有氧的像慢跑啊 洗脚踏车啊 快走啊 散步啊 这些都可以锻炼你的心肺功能 都可以让你的肺部比较快可以恢复 是好 所以真的希望这一些朋友在 后续的复健之路都非常的顺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啊 在疫情台湾面对这个比较趋缓的时刻 其实我觉得该是时间来关心这一些这个 染疫朋友他们的后续的康复状况还有观察 从去年COVID-19席卷全世界到现在 已经要快要快要 已经一年半多了 已经快要两年了 那在这期间 染疫在台湾染疫的人数大概一万五千多个人 然后重症轻症中症都有 那他们的后续的康复状况如何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比较有一些余力的时候 应该一起一起来关心 像我刚问林医师说 像你们这个政府有给什么资源 或是特别的补助也都没有 完全没有 那这等于是你们自己自己愿意多做的啦 对就是为了病人啦 其实这些病人 他们走投污落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就是认分啦 他们大部分也都是说 好吧各个各个去看 然后想说这就是命啊 对啊像有一对这个年轻的夫妇 两个都染疫的 然后太太是很重症 我们现在还在住院的 那他的先生跑来找我 看我能不能帮忙 我就问他先生 他也染疫啦 然后他也失业了 那我就说那 那你不会担心害怕 或是你要怎么办 他就说 他讲了一句让我很揪心的话 他说了不起 我们两个一起去死 哇 这一般人 像我们一般人是很难以去想象的 所以他真的是 真的是有走投污落的感觉 真的是走投污落 他老婆是住院住多久了 到现在还在住院 到现在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住院 五月五月底那个时候 那他现在的状况是 还有器械管 然后还没办法 自己站起来 那老公有染疫 可是老公的 老公是轻症 但是有后遗症吗 一点点 等于是他现在还要照顾他老公 所以他可能自己有后遗症 有什么他也无法感受到 因为我们这一波很多家庭的传染 所以很多是 群聚 染疫康复者在照顾染疫的病人 哇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像这个先生他讲 那他寻求协助 他希望你们给他什么样的协助 他希望我们就是在这个病人 在目前其他医院 这个出院之后呢 能够转过来我们医院 能够继续住院做复健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办法下床啊 他没有办法回家 但是其他医院的一些 标准流程应该就是 差不多评估你可以离开了 就会让你离开 但是你后续复健 你就自己想办法 类似这样子 哇哦 所以这个 有林医师 这样子的人心人数的医师 才会让这个 这个少数需要者 他可以得到帮助 不过我也是要讲 我要感谢我们就是 几个大医院 好像台大 荣总 马街 台北市联合医院 呃 大家陆陆续续都有 开始发现病患的这些需求 那他们也开始也提供病患 这种住院复健的服务 跟这种门诊复健的服务 因为像一般人 他的经济也不好 啊 他到时候复健他要怎么复健 他其实就只能放弃啊 嗯 对不对 其实很多的复健 他是有复健可以看到效果 没复健衰败的就更快 没错 那那你你后续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个政府的协助 然后让更多的医院愿意来帮助这一些朋友 没错没错 所以政府第一个要能够投入资源经费 嗯 来支柱各个医院医疗机构 来成立这样的治疗的单位 嗯 那第二个就是像刚才苏惟讲的 你要召集专家 这方面的专家小组 然后来制定相关的这个指引 治疗指引 跟建议 让各个医院有所 对让全国的医院没有经验的 他也可以知道 对 那你们的经验其实也到时候都可以分享出来了 对啊 我们都很乐意跟全国医院来分享我们的经验 是是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可以访问到 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复健科的 林云医主治医师 他的复健科本业就很忙了 而且你知道这种教学医院他还要教学 他还要带那个实习医师 然后他还要去寻诊 他还要看他的门诊 然后另外开了这个特别门诊 他还要就是另外开 而且他刚告诉我一件 我真的有点瞠目结舌 因为大家都知道医生每天都很忙 他看诊看的人数这么多 而且现在健保对医生本来就不友善 对 所以医生就是等于是卖命在看诊 结果林医师他居然变个管师 所以你居然就是你这些 看你这个特别门诊的 后新冠疫情的需要复健 特别门诊的这些人 没有个管师 他全部加在你的line里面 然后你还要给他做一些个别的 对因为这些病人他们回去之后 有很多的问题 他需要追踪 甚至他有一些紧急的需求 你要帮助他 所以那我就 其实我都把我的病人当做我的朋友 但是但是林医师 你这样子loading真的太大 需要政府一起来做 对啊 其实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那希望这个政府有关单位 可以听到这个林医师他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应该要制定一些后续的治疗指引了 今天非常谢谢太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林医医 附健科医师 谢谢你啊 谢谢 你自己的身体也要顾好 好谢谢 好 接下来是林医生小玉与秋名玉的POP奖先包